大家好,上一课给大家讲了多点触控,那我们这一课来看一下这个图片的裁减 图片裁减在目前使用非常广泛,那我们来重点这一课开始了解一下这个图片裁减的一个原理和它及其它实现的安卓当中实现方式 图片裁减呢在这修图应用当中使用非常普遍 那我们如何去定义一个裁减功能呢 首先呢,这个裁减功能它分为一个裁减框和这个裁减底板两部分 也就是说裁减框就是这一块,我这边实现功能结了个图 就是说这个框内,这个框,悬浮框的一个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底板,底板就是说这个悬浮框下面这个图片这样的一个自定音空间 这两部分它做成的 然后呢,就是你在点击保存的时候,我就从这个自定音空间上面去获取我这个框内的这一块图片 然后得到一个BitMap,然后就保存 然后它实现的思路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自定音一个桌外包空间 桌外包空间表示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裁减框,裁减框它是一个桌外包空间 它在这个悬浮在这个BitMap上面,它是一个可以游离的,可以放大缩小的 然后重写这个undraw,就是这个桌外包空间当中的get,oppersity,还有这个setbounce,还有draw三个方法 这三个方法是它的一个相当于是封装一个必,必须要自定它必须要实现的三个方法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利用这个reject,还有canvis,这个矩阵和画布分别画出四个拐角和边框 四个拐角就是说这一块这个四个粗,就是粗线看到了八根粗线组成的吧 粗线组成四个拐角 然后我最后利用这个偏一亮和这个reject,就是具体在这个drawable空间当中setbounce中更新它的位置 就是说我这边在移动的过程中,移动过程中,你这个就不断的更新,不断的重新绘制,重新刷新,完成了 好,那我们重点来看一下代码,代码是如何它完成的 这个代码呢,它是比较复杂,然后呢,我这边提前给大家已经封装好了 重点给大家讲一下原理,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呢,就说你不需要 因为你现在研究的主要是功能实现,而不是这个底层的内部实现原理 实现原理你必须要了解,但是你不必要说从一对一的去一个个去实现 这个实现好了,你到时候给你封装好,你到时候直接用就行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现方式,就是drawable,刚才我说的那个悬浮框,drawable 我们大致看一下,这些都是一些变量是不是,上面,然后这构造,构造,得到参数构造 好,这才是它的重要的关键方法,第一个是draw 然后第二个是setbounce,然后setalpha,还有这个setcolorfilter,还有getobject,还有一个是这个dp转px,做适配的 那好,那我们从最上面开始看,这双下文又不是说,偏移量,偏移量,这块偏移量表示是这个线的一个宽度 然后紧接着是两根画笔,两根画笔分别画什么的,那我们先先往下看 然后第一根画笔set它的这个格式呢,就是它的一个相当于一个颜色吧,颜色直吧 呃,设置是这么多,然后这个是表示它的一个边框的宽度 然后这个是它的样式,就是表示没有锯齿嘛,是吧 嗯,样式,就是stract,表示它是抗锯齿,然后这个是是不是锯齿打,呃,设置没有锯齿呢,就设置为处,然后这是它的样式style 还有一个就是color,就是边框的颜色,画笔颜色,就是我画,去画跟这根线的时候,表示的是,这根线表示是画什么颜色 然后这个,这个pint2,呃,也一样,这个就不用说,它的宽度稍微宽一点,就是什么 7F,就是它比较粗一点,好,那我们紧接着往下看,这是得到两个偏移量,就是宽度,我们就不说了 然后on draw,就是这个draw方法,draw方法就是和这个自定义框当中的这个on draw,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自定义draw,draw方法当中这个draw文机,呃,里面主要实现干的设施是什么的 这是得到什么的,得到它本身的这个四个位置吧 就是left,top,right,bottom,就是四个位置,呃,就是四个坐标值吧 相当于是,然后得到一,你有一个矩阵,这个矩阵呢,大家看一下 这一块我刚才说,是不是做适配,这个dp转ps做一个适配,适配就五十五十 你在代码当中写的五十,在显示的时候,它可不一定是五十 你看一下这个dp转ps怎么转的,是不是通过这个画面,就是你这个屏幕的矩阵 底儿 disting,disting,得到的这个转转的一个这个参数 然后这个放大所有参数,然后和你传进来这只相乘加上0.5f 就是dp转ps有0.5倍 它就加上0.5,它这里是需要加0.5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这个是通常转换的一个公式 好,那我们得到这个矩阵之后,我们得到这个四个角的矩阵 我们是不是要画,画出来,得到矩阵,我才能利用这个Canvas画一个矩阵 画一个矩阵就相当于得到一个方框吧,得到一个这个外界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框 就是这一块的,这个方框了吧 这 好 得到方框之后,那我们紧接着看这个Canvas里面画四个,四个拐角 就是八根线,四个拐角我刚才说了 这,这,是不是一个角两根线 然后四个角是不是刚好八根线 好,那我们看第一根线 第一根线就是left 减去0.35 这是左边,就左上角 就是左上角,就这个位置 好 那么紧接着再看 然后第二根线 第二根线表示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 表示的是这一块的 好 好,那我们既然知道前面这一块 这一块这个位置呢 是,也是调整了半天吧 这一块你在调整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去飞这个劲 因为这一块都是给你写线成了 你直接用就行了 好,那我们这 紧接着下面这四根线 我们就一次不用多说 这四根线都是围绕的是什么呢 围绕的就是这个角 Jobo这个角实现的 就是四个角落 好 四个角色八根线 既然画出来 出现既然画出来 那这个框架是不是大概出来了 好 我们这个重现的set bounce方法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你外界 外界 就是你外界在拉的时候 拉伸的时候 拉这个角 我在拉或者封大的时候 我需要传一个什么呢 传一个外界传一个这个 棒的 就偏移量 就是这个矩阵 四个矩阵 把这个矩阵传进来 当这个矩阵传进来 我把你传进来这个left 减去我本身的这个 是不是就是你拉的剩余的 最终剩余的 新的位置 这四个角 刚好再重新给它set一下 是不是 然后就得到一个新的一个位置 那好 这是drable drable大概思路 就是这么简单 好 那我们重点再看一下 这个底层的这个空间 就是这个自定义 image will底下的这个实现 这will 它实际继承的是什么 继承的是will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继承will 它方法当中 主要是什么的 主要的是 这是出生话吧 出生话 我们刚才把这个 浮层 扭了一遍吧 这就得到这个对象了 对象准备要往这个画了 好 那么这个里面重写的是什么呢 untouch even 就是触摸行为的方法 好 这里面都有处理 还有重写什么呢 unjoe方法 画 就是往这个上面画什么呢 画joebo吧 是吧 把joebo画上 好 joebo你看当中 它画的是你裁剪 这个图片的具体部分 然后其余呢 其余呢 就是画上灰色 灰色它表示的是 这一块区域 就是这个框之外的这一块区域 这一块区域 表示的是它的一个相当于 阴影 看似像阴影吧 然后我们最终把这个浮层给它画出来 好 那我们来一个一个分析 它找到这个untouch 就是我触摸这个事件之后 它第一步是干什么的 判断你还是判断你是不是单个手指吧 如果说你是多个手指的话 这一块它定一个参数表示的是 这个正在滑动的过程中 然后这个是多个手指开始滑动 好 如果说是单个手指的话 单个手指它这一块是 得到单个手指的 X指 Y指 这样就表示 单个手指开始点了 这个Single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行为事件 行为事件 这一块相当于是个 判断你是不是多点触控 是不是 那好 那么下面这一块 看一下这个Action Action 第一个是按下去 第二个是抬起来 第三个是你这个点在挪的过程中 第四个也是这个画面当中挪 这是点的抬起 然后这个是画面 在这个图片当中 一个移动 移动过程中 我们就来利用我们刚才得到这个Status 就是这个 是不是多列 多个手指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按下去 当你手指点下去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得到这个 你点的这个S指 Y指 然后我们得到你这个untouch 好 untouch里面主要是 这被注释写了 触摸的是哪一个角 就是你这个矩阵的哪一个角 你按下去的时候 表示按下去是哪个角的意思 是吧 这为什么怎么来的呢 它是通过这个矩阵方法 就是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我这个点 我点到这一块 他判断你这个点 离哪一个最近 离哪个最近 离这个近呢 还是离这个近呢 还是 得到最终 你看left 定义这四个边量 right bottom 然后这四个直 或者是你这个什么呢 out 就是你这个四个角 直外的部分 它相当于是判断 这根据你点的这S直 外直 判断你是不是在我这个正方形 这个角的范围内 意思 好 那我们既然得到这个范围内 那判断什么后期段 在哪了 在哪 之后 那我们这个时候 把这个job 判断这个quid 是不是点击在这个 在这个点击的状态下 好 那我们再移动 紧接着就是我们移动了吧 好 移动过程中 假如说是单个手指 在移动过程中 那我们这个时候 把这个S直 外直 获取到 我们根据刚才得到的 这个哪个角落 我们去把这个flob set一下吧 set 你在哪一个角落 去移动 移动它这个时候 是不是 重新会绘制什么呢 绘制我这个矩阵吧 这个矩阵就是这个 float 这个旋浮框 这个角的点嘛 我们往这点的话 拉的话 这一块是不是要重新绘制 重新绘制一个 然后所以说 它这个可以给set一下 好 我们看 ret 一样 四个角 看你哪个角在移动 如果说你在里面移动的话 它就把这个偏移量 相当于在里面移动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在这个四个角的范围内 就在这个框内 我移动 往这移 它这个整体就往这边偏移 往这移 那点到这 移移肯定不行吧 点到这到移的话 它就 你看这一块 在这个里面的话 它偏移的是什么呢 set是什么呢 偏移量嘛 它像你把这个 往这挪 好 挪了这么一点距离 它这个偏移量 就往这来 往这来呢 往这来多少呢 它就往这来多少 所以说 它这个偏移量的意思 就是说 我表示了 你是不是 在这个框内 touch touch in square 是不是点击区域内 好 最后把它再 in visible一下 这就是我们点击的 untouch当中 所要处理的一个方法 然后untouch untouch一进来 我们就画 画什么呢 画不上画图片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画上面的画的 主要是什么呢 是把这个 soubo sat 出着画一下 soubo 出着画我们这个边框吧 就是主要是我这个src吧 里面设置一张图片 把这图片我设置上 好 设置好之后 我们进行拿到这个画布 进行一个绘制 然后最后保存 把这个补级上的颜色 刚刚给大家说了 画这个悬浮框之外的这一块 我们只换这一块部分 其余部分用什么颜色表示呢 用的是灰色吧 然后再重一 出出画一次 然后最后再画幅层 这是我们表示的整个绘制的过程 就是大概就这个原理 原理其实很简单吧 好 最后我们要去得到 得到 你移动了半天 那我们绘制 绘制这个方法 从这个Job 我们自定义Job方当中 要取出内容 取出内容 怎么取呢 我这块你看 这就进行图片裁件的方法 所谓裁件就是 根据Job 新的坐标 在画布上 创建一张新的图片 也就是说 这一块 我新有一个 Krig新的Beatmap 然后 把这个Beatmap 给它放在这个画布上 那画布 我们去Job 去画一个新的画布 然后最后得到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 Max 得到这个矩阵 我们之后 去取这个圆图片的宽 除以这个 差值 您缩小 就是你这个 悬浮框内的宽度 是不是要得到的 最终一个缩放笔啊 就是说 圆图 这是圆图片吧 这是我们在这一块 取的这个范围 那大的 比上小的 就是我们这个笔吧 笔值吧 这个笔值 笔值 我们就是需要进行缩放 这个 MixTRA进行一个 缩放 缩放的比例 就是我们这一个 大的比小的一个值 好 最后再把这个 MixTRA给我们图片 我们再重新 利用这个Beatmap Create的方法 最后把FlowPow的四个 左上角 右下角 和它的宽 高 得到之后 它自动会 把 根据宽度 会找到右边吧 根据高度 会找到Bottom 下面吧 然后把根据我们的 画的它这个缩放的 内容多少 就是我们这一块 得到这个宽度 好 其实回顾过来呢 这一块裁件 重力是这一块吧 其余这些都是什么 在 是不是碰到一个 移动过来 是不是 是不是一个移动过来 好 那我们这一刻 给大家简单介绍 这两个原理呢 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这是我的一个博客 大家再不懂的话 可以在我这个博客 这是一个网址 你在这个博客上 我会在代码单位 留 留有地址 你在这个博客上 你可以 再看我这个详细的介绍 就是这个图片裁件 上面都有一个介绍 上面遇到什么方法呀 遇到什么问题呀 都有给你 都有保留 好 那我们下一刻来利用这两个空间 我们看怎么来使用它 好 那这一刻呢 就讲在这里 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原理的实现方式 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